感谢主让我们回到这个课室里面 我们继续的上这个《猎王记》上的课程 我们在上个学期结束之前 我们谈到有个先知来警告当时候的耶罗伯安 那么过后呢他行了个神迹 那么以至于耶罗伯安要把他留下来请他吃饭 我们从那个地方 我们就从那个部分来谈起 那么我们就从那个部分第八节 我们就把圣经打开到《猎王记》上十三章第八节 那这个神人就对王说 你就是把你的王公的一半给我 我也不从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那么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 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 为什么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 因为神已经吩咐了 其实这就是最终极的答案 那很多事情你问为什么 那如果神说了 那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也就是最终极的原因 但是我们人很少愿意满足于这个方面 我们很喜欢在想到底有什么原因 当然是有的 那么上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过了 这不是吃饭喝水的问题 这是关于整个敬拜的问题 那伯特利有神不喜悦的神坛 所以神要让以色列全民知道 神只承认一个敬拜的中心 就是耶路撒冷 既然耶路撒冷有其他的神坛 那神不愿意让先知在那里 来吃饭的时候 就表示同意他们在敬拜金流毒的行为 所以神就借着神人宣告 说他厌恶这个地方 甚至到一个地步 这个神人对王说 就是你把你的王公的一半给我 我也不回去 可见这是何等大的决定 这个决心 我们也知道民宿记 巴兰也讲过同样的话 把满物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去 而他还是去了 因为人毕竟是软弱的 他虽然口讲不愿意 但是他心里面其实是向往的 那神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伯特利是不可留的 因为这里有神不喜悦的东西 伯特利可以留可以来可以去 但要把那神坛去掉 所以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他不要 他在那个地方吃饭了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回答的就是 为什么不能按原路回去呢 那么其实我们说来无影弃无踪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 不要让人可以追上你 诱惑你回到伯特利 如果你从另外一条路回去的时候 人家就要追上你的时候 把你留下来 他也不知道你去的哪里 其实就是要确保你安全 离开的伯特利 那结果真的就是这样 那即使他没有从原路回去 还是被找到了 还是被诱惑了 还是被陷害了 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旧约圣经中 一段常常被人误解 也常常让人感到不能明白的 一段的事件 那就是神人被老先知欺骗 我们就把圣经翻到第四一节 我们一起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 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就问他们说 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 所去的路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背驴 他们背好的驴 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 意见他坐在香树底下 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 他说是 好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一个神人 从犹大来警告什么 来警告了耶罗伯安 那有个老先知 他住在伯特利 他听见了这件事情 他就很想知道这个神人到底是谁 所以当他知道他所去的路的时候 他就去追赶他 那么当他追赶他的时候 就见他坐在一个香树下呢 就休息了 所以这个老先知就问他说 你就是那一个从犹大来的神人 不是 他说是啊 我就是那个人 好 现在重要的关键来了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先知呢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神人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原来他对他说15节 老先知就对他说 请你同我回家吃饭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个 我这个耶罗伯安要留他吃饭 他可以吗 他不能够 现在老先知要留他吃饭 可以吗 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吗 今天一个外面的人请你吃饭 你会觉得很难 但是牧师请你吃饭 所以有很多的复杂性就开始从这里产生了 这个老先知就回答说 请你跟我回家吃饭 那么这个人怎么回答 他说我不可以从你回去 我不可以跟你去 我也不可以在这里跟你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 你在哪里不可以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的沿路回去 他很肯定不能 不管谁叫我都不能 现在的问题不是谁叫我 问题是什么 在什么地方 既然你这位先知是在伯特利 当然我不能够了 但是这个先知怎样呢 在16世纪节这个先知 他就出了一个绝招了 所以就神 神人说我不可以从你回去吃饭 不可以在这里喝 因为吃喝 因为神已经有命令了 现在这个先知讲了 他说我也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饭喝水 现在他就拿出王牌了 第一我是先知 而且看起来他年纪比较大一点 第二呢 有天使来告诉我说 那天使告诉我说 你可以了 你可以回去吃了 这是解禁了 这个命令已经解了 但是我们知道 圣经说他是什么 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什么 他是在说谎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那老先知为什么要做这件 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呢 为什么他撒一个谎 来诱惑这个神人 要撒一个谎来骗他呢 整个事件的背后是什么 你有想过吗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答案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你跟我都会有的 而且常常会有的 常常会出现的 这两个字就是嫉妒 我们都会有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警告神人 警告这个耶罗伯安 这件事情 应该是老先知来做的 但这位老先知在伯特利呢 他看到了王 做了金牛毒 做了神坛 那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 老先知应该发出警告 但他没有 他沉默 那说重了一点之后 说的重一点 他显然是一个堕落的老先知 说的轻一点的话 他像以利一样 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很淡了 因此上帝没有用他 做这件大的事情 他嫉妒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 本来是黑的 心是红的 但是当人的眼睛一红的时候 心就变黑了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所以既然他变了 这一个邪恶的心的时候 他就要设计谋 陷害先知 他要自先知以死地 所以或者让别人 跟他一同的堕落 那这样的推论 有没有理由呢 是有理由的 因为这老先知的品格 有问题 他撒谎来欺骗神人 那这先知说 我不可以从沿路回去 你看他都很 他很清楚上帝的话 所以神人就再讲一次 你不可以 我不可以跟你回去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甚至不可以在这里 跟你吃饭喝水 因为我是上帝的仆人 神人 所以先知 先知说 我活着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诉说上帝的话 那如果我要诉说上帝的话 就必须遵行上帝的话 那神人的这些话 恐怕 每个字都刺激了 这个老先知 因为他这老先知 不再有上帝的话 他羡慕上帝的话 能够领导他 所以老先知 既然不能够再为神说话 因为他生命的软弱 逐渐的 他就不遵行上帝的话了 所以老先知 不为上帝说话 上帝就不再借他说话 他就失去了 为上帝说话的福分 就越缅怀以前的时候 因此就越陷越错误 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先知 现在他失去了 这个先知的位分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想到 那光辉的日子 我们该做的时候 就是归向上帝 该做的事 就是归向神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越走越偏了 所以来到第十八节 老先知对他说 我也是先知 和你一样 那想当年 你跟我一样 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先知 现在神没有再用我了 所以十八节的下半章 他说 有天使风月化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饭喝水 这都是老先知在 慷恒他 圣经说的 对不对 在欺骗他的 于是神人就从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神人 要跟老先知回去 他也很清楚 有上帝的话说不能回去 现在为什么他要跟他回去 那关键就在于 这个年轻的神人呢 他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 他尊重这个老者 而切发的防备 那现在这个人是个老先知 是个老人家 老人家受人什么 尊重的 所以你知道有人用老人去骗人吗 所以很多老人家 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老呢 来得到别人对他 就没有这么防备了 没有这个戒备了 如果年轻人来 他可能有戒备 这个老人家来 他没有什么戒备了 还有他尊重这个老先知是前辈 因为他讲说我是什么 老先知 我是你的前辈 那并且他尊重这个老先知的特殊经历 那有天使跟他说话 所以他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既然天使都跟他说话了 但是其实你懂 他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吗 他最大的致命伤在哪里吗 他在致命伤 就是他身体的需要 他变得很脆弱了 那他坐在香树底下的时候 请问他脑中在想什么 想什么 食物 对了你知道的 第一他肚子饿了 他现在累了 他休息了 他脑中想的都是什么 食物 所以既然现在想的是食物的时候 现在当先知老先知一来的时候 所讲的话就正和着什么 正和他的什么 心意了 这是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问题不在外面 所有问题在哪里 在我们里面 如果这个神人所想的不是食物的话 任何的食物都不会影响他 但是现在他想的是食物的话 他就开始希望 人家讲的东西都是上帝许可他吃 这个老先知一来所讲的话 正和了他的心意了 所以他就去吃了 他没有想到什么 上帝已经说了不能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圣经神的话说不的时候 不管我们怎么想 不管我们怎么合理 不管我们怎么肯定 我们都必须知道说 既然神说不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不 那么两个人就作息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老先知多年没有听到上帝的话 现在他又再次听到上帝的话 那很奇怪的 更是在他撒谎之后 上帝向他说话 那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审判 因为表示什么 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那么21 22节我们读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然违背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师生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他就告诉这个神人了 现在你吃了你喝了 上帝说 你不能够进入 你的师生不能进入列祖的 这个列祖的坟墓里面 所以耶和华接着老先知说话 虽然他重新说出神的话了 但最终的结果是悲哀的 所以因此他吃喝完了 老先知就为所带回来的先知 一杯驴 老先知就送给他驴 也给他送客了 老先知没有陪他 这时候我们想想 这老先知会在想什么 上帝所说的话会应验吗 那这个神人已经受神的责备了 在路上他又会怎么想 师生不能进入坟墓里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神人可能这么想 神人可能这么想 耶和华这么大的震怒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做你的师生 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第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他就去了 在路上有个狮子 意见他将他咬死 狮身倒在路上 驴站在狮身旁边 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 那这是全世界一幅最奇怪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一节的经文里 告诉你很多怪事 我们说怪事连连 首先狮子只咬死人 且不吃人 而且狮子也没有吞刺狸子 另外狸子也没有惊慌什么 而逃 那整件事情告诉你什么 整件事情只是说明 这不是意外 这是神的审判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是神的信息 神的命令万物就当听从 这不是恶悉 是上帝的话必定会应验 你看整章的圣经 当神人像耶路伯安宣告审判的时候 那个审判应验 现在老先知所讲的话 就是说你要他吃了之后 神借着他宣告说 这个神人他的尸身不能进坟墓里面 这件事情也应验了 整个事件都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 上帝的话不是儿戏的 所以因此 神人必须以神的话什么 为重 因为上帝说不了 所以不论这个试探诱惑有多大 不管这个疫情 以理有多正确 是啊 我们常常可以辩论 哎呀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呢 他是肚子饿吗 吃一顿会死吗 真的吃一顿就死了 那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替他辩解 他是被骗的 这不是他的错 这不应该是他来承担的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管你这个给他怎样子的开拓 要开拓他的罪 但其实最底线的就是 他是一个神人 他应该知道上帝说了 就是什么 就是说了 既然上帝说的话 那老先知也有说 是天使对他说的 那问题在于 你是神人啊 你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相信 老先知说了的话 你有没有经过省察 所以在这里有个矛盾 他没有注意的 如果神对老先知说话 那神为什么没有对他说话 他是不是神人啊 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要告诉你的 从这个故事要告诉你的 从这件事情要告诉你 从这件很奇特的事情 上帝要教导我们什么 上帝其实要教导我们 就是上帝的话 不能够轻易被别人来修改 不管他是谁 但我们今天做信徒有个毛病 这个毛病就是 我们常常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不做 可以做吗 可以不可以做吗 我们很纠结 我们等牧师讲就可以了 我告诉你 你要小心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没有自己检查 牧师讲的话 是不是神的话 所以你不单单听牧师的讲道 你还要注意他讲的道 是自己发明出来的 还是从圣经来的 这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态度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态度 我们今天只要听见讲台上 有一个人说 昨天晚上上帝告诉我 你的耳朵就大了 然后他讲了一大堆的谎话 你相信了 就好像这个限制这样 为什么 因为上帝告诉他的 因为天使出现像他显现的 有多少这样的片话 充测在每个主日的讲台里面 所以因此当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查 是不是上帝所说的 所以这个神人 他的重点就是 天使跟你讲吗 那上帝你怎么说 如果上帝要告诉我的 怎么会通过他 而不直接告诉我的 而且神已经先讲了 如果上帝告诉他说 你不可以在伯特利斯 如果上帝要改的话 上帝也要怎么 再来直接跟他讲 这是一个态度 我们需要谨慎的 就是常常回到圣经里面来查 不要管他是谁 不要管他有多权威 保罗的态度就很正确了 保罗曾经提到传福音 他说就算是天使来传 他所传的跟什么 跟我们所听所信的不一样的话 这个天使都要受什么 受咒诅 所以这样的态度 是这个神人没有的 以至于他致命 因为他开始想 从遗情以理 他应该吃喝了 还有不管表面上看了有多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 这个先知的整个危险 就是他内心的问题 那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 很重要的话 主耶稣说 从外面来的不能够误会人 从里面出去的才能够误会人 那这句话我们很少去思考 其实我们也懂得很少 从外面来的不能够误会人的时候 我们常常很注重外面 很常常看外面 我们常常看周围的世界 其实耶稣说 问题都在我们的什么 内心里面 刚才我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神人一听就很欢喜 原因就是他整个心事意念 都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你怎么样子能够 你怎么样子能够来制止这些事情 就是从内心开始 所以整本圣经 从神整救我们 到保罗教导我们的时候 都不断地要重整我们的内心 只要内心重整的时候 内心刚强的时候 的确外面怎样子的变化 你都能够站立地问 那我们当然也会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很多想法 那上帝怎么这么严厉呢 好像没有给这个神人机会 我们要记得 神总是多给谁 就向谁多要 所以神对他是很严厉的 他是被卷选去 向神人耶稣不安怎样 宣告审判的 既然他蒙了这样的职份 他就要知道这个职份有多重 所以上帝给你跟我很多的所有机会悔改 如果任何的错事 我们就怎样就得快快地悔改 那神人为什么该死 原因是神人不知道 不只知道要传讲神的话 他自己更要听神的话 神人知道审判是从上帝的家 开始的 神人也应该知道 上帝说话算话 有先辈为正 以前的历代的先知都是如此 还有神人自己经历过上帝的话的真实 当他去向耶罗不安宣告的时候 他说这个坛倾倒了 坛果然什么 倾倒了 他说他的手枯干 他的手果然什么 枯干了 所以神人自己经历过上帝话语的真实 所以神人知道神给他的使命跟宣告 还有宣告审判跟不能吃喝 两件事情看来是没有关系 但都是神的话 都应该谨慎地遵循 神人去福于身体的需求 心中希望神更改命令 所以这些都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想想 当耶稣被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 他肚子饿的时候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有多大 因为第一个试探就是叫他把石头变成什么 变成饼 这个试探有多大 但是耶稣却怎样 胜过了 二十五节我们再读 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尸身倒在路上 尸子站在尸身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奇怪的事情 二十六节 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 就说这是他违背了耶稣华命令的神人 所以耶稣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捉伤他 咬死他 是因为耶稣华对他说的话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背驴 他们就背了驴 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 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却没有吃尸身 也没有抓伤驴 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 驮在梨上 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哀哭他 葬买他 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哀哭他说 哀哉我凶啊 他是为自己被哀 因为他害死了一个什么 一个神人 他虽然没有死 却把人怎样 害死了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 属灵的事情有一个危险 你胡说八道会把人给害死 特别是很多的时候 你做教导的人 你站在台上的人 你胡言乱语的话 你会怎样 你会使别人 把人带到这个错误的地步 主耶稣曾经遮备法利塞人 一个很严重的罪 就是他们到各地去 把人引来 然后带到地义里面去 就好像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这样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忠于上帝的话 让我们不要忠于我们自己 让我们传讲上帝的话 不要为我们自己的利益 不要因为我们的嫉妒 就产生了邪念 来陷害别人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完完全全的 明白尊重上帝的话 所以这个老先知就把神人给安葬了 31、32我们再读 安葬之后 老先知对他的儿子们说 我死了 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 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 因为他奉月华的命 只做伯特利的坛 和撒玛利亚各层有秋坛之殿 所说的话必定应验 所以老先知跟神人的事件 教导我们什么 几件事情 第一 神与神的话是 严肃的 所以每一个礼拜 我们在礼拜堂讲道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们来听到是一件什么 严肃的事情 我们都在处理神的话 我们都在讲神的话 我们是不能随便的 我们不能够扭曲神的话 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更不能用神的话 加上谎言 来使人上了我们的当 那今天这些都叫做假先知 这些都叫做假教师 但我们对上帝的话 要怎样 要很慎重 很严肃的 来对待上帝的话 还有我们 要看到公然违背神的命令 是什么 可怕的 当神说不的时候 我们就尊重上帝的话 说这是不 这就是不的 还有 不要迷信权威 要以上帝的话 那么为准 不管这个人 他背景有多 有多少的知识 但是如果他讲的 跟圣经所讲的 相违背的话 我们要否定 他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 安定在天 人的话 不断地改变 所以不要迷信权威 我们回到上帝的话里面来 当然按照上帝的话 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从主的话 来得到帮助 我们就看见 今天这样的情况 经常出现的 那人的话说什么 感觉好就去做 现在很流行 但是上帝话说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 死亡的路 很多事情 不是凭感觉去做的 要凭是非对错 黑白的 人的话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神的话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这两种声音 我们都清见了 特别是我们 在布道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人家 都这样的相信 每个宗教都是一样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圣经说 不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拯救的路 人的话说 好人上天堂 但神的话说 不是的 是主救了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自己所行的义 而是照他的怜悯 接着重生的喜和 圣灵的更新 所以常常用主的话 来对照 人所说的话 那今天这个世界 充满了各样的说法 各样的思想 你读遍了很多很多的书 其实很多 里面很多读书 很多错误 很多偏差 那你不知不觉的话 就潜入末后受影响 让主的话 成为我们的标准 常常来批判 那不是批判上帝的话 是用上帝的话 来批判人的话 但是今天 人常常用人的话 来批判什么 神的话 那上帝的话 是安定在天的 从神而来的 智慧超越我们的 绝对 我们绝对不能批判 只有神的话 那个批判 我们人的话 人的话 通常听起来很有道理 等到你真正去实践的时候 你发现一点都没有道理 它充满了问题 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站立得稳 所以你要听谁的话呢 诗篇119篇24节说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 是我的谋士 谁是你的谋士啊 圣经是你的谋士 那我们看别人有成就 我们要反攻自行 而不是什么 基督 别人有成就 我们欣赏他 为他感谢上帝 我们要胜过这种嫉妒的心态 那不要因为嫉妒而变得形式斜片 然后你虽然是信徒 你不相信上帝主权的安排跟分配吗 你要相信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世界不可能人人平等的 不可能的 如果你说世界人人平等 这是错的 这是共产主义做不可能实践的 为什么不可能人人平等 人家七早八早就起来拼命了 我们还在床上睡觉 半个天过后去 人家跟赢了 我们还在什么 我们才刚刚起床 怎么可能平等 结果怎么可能一样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世界 永远就是不会平等的 这个你要接受 所以因此 我们不要人家的努力 变成我们对别人的嫉妒 不要为自己的私欲 寻求合理的依据 这个神人说 我肚子是很饿了 现在刚好有人说 请你来吃吧 我们就去吃了 这就违背了上帝对他说的 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 那我就在想 如果他打包离开伯特利也可以 但是他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这样的智慧了 人到那个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只想 我现在就吃了 但是后果是很悲哀的 其实生活中 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多这样的事件 有时候他一时之快 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后果 好 33节我们再读 这事以后 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 反愿意的 他都分别为圣 立为秋坛的祭司 那耶罗伯安越走越偏了 他就立 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 那这胆战心惊的恐怖事件 那一定会传到 耶罗伯安的耳中 但是如果他够聪明 一定知道神继续的 在对他讲话 可惜的他听不进去了 所以他立凡民为祭司 这似乎很民主 让人可以自愿自由的选择 绝不强迫 但民主却不合神意 也不顺服在上帝的手下 又有什么益处呢 为什么不可以立凡民为祭司呢 因为当时候的祭司 神只交给立为人 而且祭司是要受过训练的 他们要在这个祭司的正确的方法 指导之下来建计 来敬拜 那为什么他立凡民为祭司呢 因为所有的祭司已经离开了贝国了 他没有祭司了 因此他自己随便立民为祭司 那么所以因此三十四节说 这事叫耶和 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里 甚至他家从地上处灭 所以神的审判必然临到 跟那被狮子咬死的神人一样 跟那破坏的坛 耶罗伯安成坏掉的手一样 都会受到刑罚 那耶罗伯安这样做带来什么结果 他的挣钱因此得到更加巩固吗 他在伯特利跟弹 设立敬拜的中心 有没有更加巩固 没有 耶罗伯安建立的王朝 只传一代给他的儿子 哪达 然后就灭亡了 而且哪达才坐亡三个月 所以因此整个王朝就结束了 在历代之下 十一章十三十四节 跟十五十六节 就讲这件事情 他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立位人 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 所以祭司已经离开了北国 立位人就撇下他们的交易和产业 来到犹大跟耶路撒冷 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 不许他们供祭司自愤 来侍奉耶和华 耶罗伯安为秋坦 为鬼魔 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 以色列各支派中 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 都随从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 祭司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所以很多人其实离开了 其实对他来讲 是很大的损失 那这里就提到 立位人为什么要离开 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侍奉 他们在北国 他们不愿意敬拜假神 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这些人离开 圣经说他们离开 离开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是不是经济上的考量 哪里有工作做 是不是薪水的考量 这里的薪水比较好 是不是环境舒适的考量 那么从这里你知道 因为神的人的移民考虑 信仰比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更为重要 你们当中有人要移民的吗 要移去哪里 有一个地方你一定不去的 天堂你暂时不想去 那你要移到哪里去呢 你怎么考虑 一般上我们考虑有工作做吗 有钱赚吗 生活环境好不好 舒适吗 但其实一个很少考虑的 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信仰能够在那个地方 很自由的来敬拜神吗 能够表达出来吗 在那个地方有属灵的供应 跟喂养吗 那这个是更重要的 所以当时候立位人 黎明他们先考虑 我们华人 黎明通常先考虑 那里有没有中国店 有没有中国餐馆 所以我们也在一个地方 就找这些 但是一个属灵上面呢 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方去找 那里有没有适合我成长的教会 那里有没有可以给我 很好的服事的教会 那里有没有纯正信仰的教会 如果有的话 你就放心移民 如果没有的话 你还是坐飞机回来上课 反正现在很方便 来来去去的 但是当时候以立位人 真的他们就是考虑这样东西 我们从罗得得到教训 罗得一直移移到什么 索多玛跟尔摩拉去 那里有礼拜堂吗 没有 那里有敬钱的人吗 没有 那但是那里有什么 那里环境很好 很美 地方很好 也可以做生意 也可以赚很多的钱 但是你看他灵性在那个地方 却破产 这是很可惜的 求主怜悯我们 特别在这个世界充满艰难 除非你是使命 带着使命在一个地方 做出复印的工作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整个环境的 特别是属灵环境的 这个考量 所以我们就看到 尤罗不安继续的败坏下去 整个十三章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就进入第十四章 我们就进入第十四章 那第十四章就会看到 耶罗不安跟罗不安 两个朝代的结束 十四章的第一节 那时耶罗不安的儿子 亚比亚病了 这句话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 贵为一个君王 全高位重 富家一方 就是他坐在最高的世界的权位 他一样面对自己 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 每个人都有 就好像耶罗不安 他抓住这个网位 他从权柄他有 钱财他有 一切他都有了 但是当孩子病的时候 他无能为力 他束手无策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极限 但是当我们面对 这样的极限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要吹破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 我们看下去第二节 耶罗不安对他的妻子说 你可以起来改装 使人不知道你是 耶罗不安的妻子 往四罗去 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 他曾告诉我说 你必做这名的王 那困难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耶罗不安想到 他就这个时候 又想到上帝的先知 他想到亚西亚 但他的动机的目的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会问他 他为什么 他就叫他的妻子改装 然后去找先知亚西亚 那么他为什么不要亲自的 他不要寻找北国的先知呢 因为我们知道北国没有先知 所以属灵的情况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你觉得不重要 等到你需要的时候 如果你的周围没有属灵的领袖的话 没有属灵的人的话 没有属灵的这一个引导的话 你临时要找呢 你找不到的 就好像他北国没有先知 因为他不是敬拜真神 他敬拜家神 那为什他不亲自前往南国呢 因为他死守一个原则 我已经叫我的百姓不能够去南国了 难道我自己去吗 你看见一个错误的原则 就把他拉死了 其实他基本上他应该怎么样 他应该自己到南国去 但是他不愿意 因为他不愿意来违背 自己一些错误的原则 还有他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其实他知道他已经来到 这个三穷水尽的时候 他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他不愿意承认任何的错误 所以因此他没有这样子的做 他没有自己回去 这是一个很虚伪的耶罗伯安 他是活在虚假的当中 他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他的行事为人 甚至他亲近神都开始装假 所以他要他的太太改装 第三节我们读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 以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 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 我们从这里就想到 耶罗伯安为什么要去找亚西亚呢 那有几个原因 他不是去求他祷告或医治 因为你等下读下去的时候 他没有提到他任何的祷告跟医治 他只想知道他儿子的前景 到底这个儿子会怎么样 他希望再次听见好听的话 为什么 因为亚西亚是当时候见到他的时候 告诉他的话都是很好听的 上帝要把十个支派给你 你要成为一国的君王 但是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听见什么这样的话了 他很盼望在从先知的口中 在听到好话 所以他要去见亚西亚 但是问题是 他整个的目的就是 要探查未来 去拒绝掌管未来的主 这是很多人的毛病 就好像信徒有困难的时候 如果你去向命 你去看风水 你去看星座 你等迷信的事情 你不祷告也不寻求神 那这是很可怜的 因为你想知道未来 你却拒绝了未来的主 所以耶罗伯安就是如此 第四节 我们再读 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 起身往四罗去 到了亚西亚的家 亚西亚一年纪老迈 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就是瞎眼 那亚西亚年老的时候 已经失明了 那可见耶罗伯安跟这位先知 已经失联很多年了 他完全不知道先知已经眼瞎了 所以还叫他的妻子怎么样 改妆 如果他知道了就不用了 对吗 但是他都不知道了 可见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 你很久没有到礼拜堂去了吗 礼拜堂还在吗 有没有烧掉了 卖掉了 搬家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到底跟上帝的儿女 或者一些属灵的这些 你的牧羊 是不是有联系呢 第五 耶和华先小义亚西亚说 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 因他儿子病了 你当如此如此的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第六节 他刚进门 亚西亚就听见他脚步的响声 就说了 说什么 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 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所以这个老人家 他眼睛瞎了 他可能耳朵也沉重了 但是这个 耶罗伯安的妻子 一进来他就知道 耶罗伯安的妻子 一路上都没有给人发现 但一步入先知的家 即刻被眼目发指的先知 是怎样看穿 所以我们真的 保罗讲的话是对的 属灵人看透万事 却没有人看透他 这位先知有上帝的灵 所以他肉眼虽然是明 他心眼是清澈的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眼睛是明亮的 心是昏暗的 所以保罗说 身体虽然衰败了 他仍然听见 他仍然能够什么 能够知道上帝的声音 上帝仍然通过他传达信息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肉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是什么 一天心是一天 这是我们的盼望 弟兄姐妹 这真是我们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衰败 但心灵的内心 其实一天可以 心是一天 好像亚西亚这样 他年老 仍然听见上帝的话 你要听神的话吗 我们要做像亚西亚 这样的神人 年老的时候 依然可以听见神的话 身体衰败 眼目昏花 依然可以看到 眼睛明亮的人 所看不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想听神的话 就像那位伯特利的 老先知吧 他待在伯特利 他为了自己个人的私欲 他们离开了上帝的话 所以当这个 耶罗伯安的妻子来的时候 先知就对他说话了 第七第八我们读 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 耶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 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 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 遵守我的诫命 一心顺从我 行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 这两节圣经 上帝提醒蒙恩的耶罗伯安 上帝高举他 他是谁 他是在尘土中的人 神把他高举 他是谁 他是一个 所罗门要追杀的人 但是神签立他为君王 他是谁 他是一无所有的 上帝赐他国土 国民 国家 他是一个蒙恩的人 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个人这样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是谁 我们是不认识神的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 上帝向我们显明 我们是谁 我们是在今生几十年 浑浑二二的 可能过了这一生 就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 神却把我们 卷选我们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谁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 都一样的劳苦 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得到的 也是一点点 但是上帝却把 他天上荣耀的恩典赐给我们 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 上帝把宝贵的花语 赐给我们 上帝把很多属灵的关系 赐给我们 上帝是很多 在我们身边很多 上帝的死你们 而你们成为我们的陪伴 环绕在我们的周围 这么大的恩典 在我们的身上 其实 耶罗不安 蒙恩 我们一样的 更蒙上帝的恩典 那一个蒙恩的人 应该怎样 他应该感恩 他应该行正的路 他应该忠于神 跟他所托付的 就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 常常心中 对上帝存着感谢的心 我们应该因为上帝 恩典领到我们 我们应该走在正的路上 我们应该忠于上帝 跟他所托付我们的 他的话语 他的工作 他的事工 他的一切 但问题是 人的麻烦就是 人是健忘的 那游乐班会怎样 我们休息后 我们再回来